万一感 心 万一感 厚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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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也神狡 Hello 大家好 我是Gyman Hanabi 今天这个视频又是小裙子的开箱 今天首先登场的是大人气的GEJ帷幕系列 下单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感到了 这两条OP肯定之后会大有用处 所以我就买了红色跟黑色双色 如果不加这些配饰的话 上半身非常非常的简单 胸前没有任何装饰 袖子呢是这种比较有宫廷感的泡泡袖 下摆的部分呢就群如其名 是舞台帷幕的造型 中间部分是这样一个开襟 背后呢可以用素肌调节大小 其实呢从背面看会更加有帷幕的感觉 并且这个上层脸子的部分呢 这边有扣子可以拆卸的 这个开襟的里面呢 和背后腰间的部分呢 各有一条这样的袋子 我猜测可能是穿上之后呢 可以这样里外系一下 把前面这个开襟的部分呢 就可以像舞台的幕布一样打开 刚刚提到的配饰部分呢 除了两个大蝴蝶结 还有这样一个好看的猪恋 黑色这一条的形呢 和红色是完全相同的 我买的时候呢 就是单买的这一层皮 并没有买里面的那个魔术的SK 因为我觉得这个帷幕的造型呢 可以搭的裙子其实是特别的多的 所以我并不太想完全按照官方的set来穿 接下来的这一盒呢 还是JJ的 不过这是一条浴衣 里面还为我们这种没有穿过浴衣的人呢 准备了一份穿着说明 其实当时发图的时候呢 微博上有一些比较懂鱼衣的太太呢 有说过这个型做的其实不是很好 像他模特图有一种穿法呢 就是把这个鱼衣当做一种开心的外套来穿 我觉得这样可能可以稍微拯救一下 他这个不太规范的型 这是袖子的部分 这个非常完整的丙图画呢 都在背面 JSK的妹子呢 可能知道JSK的裙摆打褶比较丰富 所以呢 你很难完整的看到这样一个平铺的丙图 这个鱼衣呢 就从这方面满足了我展示丙图的愿望 除了鱼衣之外呢 还买了这样一个腰带 这个腰带上面各种各样的绳子还是蛮多的 到时候穿的话呢 非常有必要看一下教程 接下来这件大衣呢 是小EP网站上面的一个sell款 它其实呢 是一个毛领抖碰和大衣的三件套 袖口这里的毛毛呢 也是可以卸下来的 毛领单独卸下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把抖碰拿掉呢 就是一个非常简约的小外套了 同样在这个网站上呢 我还买了一条也是红黑配色的SK 前面和后面都有这样的绑带设计 SK的腰间呢 也是带鱼骨的 裙摆呢 是这样一个前开筋的设计 里面是这种黑色薄纱的蛋糕版 背面呢 有一点像刚刚帷幕的感觉 然后这条SK呢 和刚刚的外套 如果一起穿的话呢 是不是就很有安娜那个味儿了 下面这一条嘛 就是90%会进sell的一个款 让我现在入手这条裙子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饼图上的独角兽 而且这条的风格呢 整体来讲是比较水手装的 就让我很快的联想到了一位 加勒尔地区的宝可梦训练师 接下来的这条呢 是红绿格子的babydow 这样远看呢 其实很难看出来裙子上面 墨绿色的部分 离近了的话呢 可能能稍微看出来一下 这个跟黑色融为一体的墨绿色 总而言之呢 这条裙子非常有圣诞感 是12月份装扮的预备选手 接下来的这件大衣呢 是货真价实的style款了 整体来看呢 是一个比较中西结合的设计 胸前跟袖口的这个盘扣设计呢 一看就非常中华风 然后这个肩章和袖口的设计呢 却比较有西洋感 拿到之后呢 下摆这里还比较让我惊讶的 因为它屁股这部分呢 做的还是一个蛋糕摆 背后呢 还有可调节的素肌 接下来的这一条呢 是baby的一个中古JSK 因为秋裤太太宣传 贵妇下午茶手作的时候呢 有提到蜂蜜与四叶草这部作品 这条上半身的花纹呢 正好特别像四叶草的花瓣 而且丙涂的部分呢 正好是非常有下午茶感的场景 我就当机立断准备等出货之后呢 用这条裙子来跟太太的手作 做一个搭配了 除了这些比较日常的普通款之外呢 这次收到的还有这一条 baby去年应该是最贵的茶会款 花枝贴国的OP 一起来的呢 还有带着baby刺绣的这个防尘罩和衣架 配套的小物呢 我还买了一顶这个蕾丝帽子 因为帽子里面的装饰也非常好看 所以还可以当做关奈特来戴 这是个啥我已经不记得了 可能不是胸针就是头饰之类的 这条真的是又厚又重还特别长 上半身呢是这种非常浓密的花朵刺绣 肩膀上各有一个这样前后覆盖的蝴蝶结 袖子部分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一开始呢 以为这个袖子是可以拆下来的 结果仔细看呢 发现是用这个绳子这样掉在这里的 其实我平时呢 是不太买这些茶会款的 但是这条花枝天国呢 它从配色啊裙子的型啊 包括上面的一些装饰啊 都非常非常的像乐配 如果从这种角度和我的脑电波搭上了呢 我就会买它了 可能大家会有一点好奇 就是我除了买罗的话呢 其他衣服我还会买啥呢 当然是买可以搭罗的衣服来 这个非常好看的罩裙 是一个日本品牌ACDC 这个牌子呢 主打一些元素风格的服装 这一件呢 除了外穿之外呢 也可以当做群称使用 我买了两种颜色 一个是这个粉色若草和紫色的配色 还有一个呢 则是粉色蓝色和黄色的配色 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只穿在腰上的话呢 大概只到大腿三分之一的位置 下面这个比较五彩斑斓的呢 也是一个纱裙 这条呢 同样也可以做暴力称或者外穿了用 跟刚刚那个软绵绵的看起来不太一样呢 这个一看就非常的炸 材质呢 也是这种很硬的纱 长度呢 也依旧是这种狗短的设计 如果喜欢长一点的装饰衬呢 他们家同样出了这样一个彩虹色的半裙 彩色部分的下摆呢 是这样不规则的锯齿状 可以参考一下 我去年买的一个同样款式 但是马卡龙色系的这个罩裙 穿上之后呢 纱的长度大概可以垂到脚跟 这件很塑料的衣服呢 是ACDC的一个棒球服 这个外套呢 就可以配比如说像霓虹灯这种 比较酷又比较甜 又比较赛博感的裙子 ACDC这个牌子呢 还有一些稍微偏歌特风格一点的商品 比如说这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蕾丝夹领 前面呢是两道这样的十字绑带 可以参考一下 我已经搭配过的一组人台 穿上之后的效果呢 真的特别好看 这一件非常迷幻的初号机的衬衫呢 是ACDC和EVA的合作款 整体的配色跟花纹呢 都非常能体现出元素的风格 这个衬衫看起来非常大 女生穿的话呢就是oversize 如果不是很大只的男生呢 我觉得应该也能穿进去 说到男生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看Milk Boy的衬衫吧 这一件就是今年新款 很受欢迎的火烈鸟 作为The Flamingo的粉丝 怎么样也得来一件是不是 这一件衬衣呢 同样也是Milk Boy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漆皮的领子 和胸口这只戴着面具的猫猫 再加上这个紫色呢 然后就可以和Cinema Doll 来做情侣搭配了 最后还有一些帽衫和上衣呢 全部都是KMK这个牌子 和Nana这部少女漫的合作款 其实我发现这次联名呢 非常的巧合 有一天呢 我看Aquila在inst上发了一个 穿衬衫的自拍嘛 然后我觉得她那个衬衫非常好看 我就点进去她标的这个tag 然后呢就发现 诶 他们家居然还跟Nana有联名款 因为现在能和Nana这部作品出联名款呢 真的是非常稀有了 所以我就直接全部all in了 这一件呢是一个oversize的 也不能说短秀了 应该快有七分秀了吧 同一呢 就是真一去取打火机的时候呢 和Layla在电梯间里的一个名场面 这一件呢 同样也是一个oversize的七分秀 正反部反映了很多 这样Nana漫画里的场景 这一件呢是个帽衫 胸前的印花呢 是Blackstones的团圆照 这一件同样也是帽衫了 胸前的图案呢 则是Toranis 今天的开箱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续的上身穿搭呢 就还是拜托大家关注微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